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咱们继续讲述609大安 2005年1月14号晚上 张仁猛他们呀 终于是出去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这算是他们开刀结盟的祭品 把司机杀害之后开着出租 一直开到黄河边 又把师父尸体的衣物给扒了 把尸体扔进了黄河水之中 眼瞅着 尸体就消失在黄河之中了 张仁猛他们感觉浑身的满足 他呀 拍了拍旁边的刘东英说 兄弟 从今往后 咱们就是真正生死与共的兄弟了 随后张仁猛他们 把出租车开到了火车站 扔在了停车场 为的是什么呢 制造假象 制造一个犯罪嫌疑人士来自外地 抢完之后坐火车逃之夭夭的假象 后来警方在火车站前找到这辆车的时候 立刻调查 所能认定的也只是 出租车司机可能遭到了暴力袭击 司机下落不明 其他找不出任何证据 暂时将司机定为失踪 而张仁猛他们开了杀戒之后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其实啊 在张仁猛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那就是团伙成员王立波 他总想着 我什么时候能彻底降服王立波 王立波跟张仁猛 是从小一块玩大的 这算是发小啊 人呢 比较有心计 事情啊 比较有主见 比较有分寸 所以周围几个弟兄啊 都挺看重王立波的意见的 自己当了老大了 王立波要一直跟我是面和心不和 那我这老大的位子可不稳当啊 2005年3月2号晚上 张仁猛带着张仁虎 刘东英 吕振宇 拿着特制的铁棍 在街上来回晃荡 找下手的目标 这时候啊 有一个夏夜班 路过这儿的年轻人 他呢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包 张仁猛他们一看黑笔记本电脑 值钱的物件 上去哐哐挤棍子 就把这个年轻人打倒在血泊之中 等后来路过的好心人 把小伙子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 早就已经气绝身亡了 这可怜的年轻人呢 就因为这部电脑 命丧恶魔之手 而张仁猛他们把这电脑带到西安销赃 只卖了一千六百块钱 这起案子王立波并没有参与 王立波当时啊 就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 也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提到的 那个关键女人谭丽红 王立波那一阵老是早出晚归 后来谭丽红就问他 你干啥去了呀 王立波呢 总是吞吞吐吐的 谭丽红气的呀 王立波 要是你还把我当成你的人 你就跟我说实话啊 要是嫌我爱了你的大事 明天我就走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恨的就是不把别人当人的那种人 王立波呢 之前因为盗窃被判过刑 后来因为吸毒 妻离子散 遇到谭丽红之后 对谭丽红啊 是爱的都不行了 确实离不开谭丽红 谭丽红一说要走 王立波可急了 不是我不说 是我不能说 我怕吓着你 王立波 你也太小看我了 这个世上有什么事比得过杀人更让人害怕的 我前面那个混蛋差点把一个警察杀了 我都没害怕 我都把他藏起来为他坐牢了 我都愿意跟他过日子 你大不了也是杀个人 只要你还能把我当个人 我同样愿意跟你一起坐牢 甚至陪你一起被枪毙 谭丽红这番话也说给王立波感动的呀 丽红 你一个女人都能为我不惧生死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和老大一起干的是杀人劫财的勾当 一旦翻船 死无葬身之力 明天我就跟老大说去 让他把你一块收下 老大要是不答应 我也走人 李波 从今以后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第二天 王立波就来找张人猛 大哥 让我女朋友谭丽红也入伙吧 怎么着 我说兄弟 你吃错药了你啊 你知道咱们干的是什么吗 啊 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一只脚踏进阎王殿的事 咱们是生死兄弟 他一个女人算啥呀 这事他敢吗 大哥 丽红 也有过一些江湖经历 于是 把谭丽红的经历 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把这张人猛听的呀 下巴都快惊掉了 哎呦 这女儿啊 干这活干的比我还早呢 是吧 指不定 以后他还真能在我们行动之中派上大用场 那是老天助我呀 不过张人猛不正找机会想彻底降服王立波吗 李波 要是我不同意呢 大哥 你要不同意我的请求 你就是看不起谭丽红 看不起谭丽红 你就是看不起兄弟我 那我跟着大哥还有什么意思啊 要么 你把我废了 要么 大哥开恩 让我走人 李波呀 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爷们 你遇到这样的女人 他遇到你这样的男人 嗯 值了 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大哥就是再不懂人情世故 这点事也得懂 也不能坏了我兄弟的好事 行 告诉你啊 李波也就是你 这要是换了别人 打死我也不同意 这么办吧 既然咱们是个组织 多少应该有个规矩 不能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跟谭丽红 准备四千块钱 明天大哥摆桌酒 当着众位弟兄的面 把你的那个宝贝交给我 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也是给弟兄们做个榜样 教他们以后遇着这类事情 该怎么去做 放心吧 这钱以后大哥会还给你的 只不过是暂时存我这罢了 王立波回去跟谭丽红一说 谭丽红啊 赶紧的去白银 就筹集那四千块钱 第二天一早 俩人带着从亲戚那借来的四千 赶回兰州 当天中午 在酒席上当着其他人的面 把这钱就交给了张人猛 算是谭丽红的入伙费了 这张人猛啊 倒也不食言 后来他们从于东身上 截到钱财之后 就分给了王立波 谭丽红四千块钱 并且说明了 是让他们拿去还账的 谭丽红的入伙 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呀 通过色诱的手段 调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被害人 在那些上钩的男人里面 只有一个幸免于难 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丁宝 因为丁宝这个人呢 言行很端正 确实朴实 踏实 正直善良 最终谭丽红没忍心下手 谭丽红入伙之后啊 张人猛呢 也没让他闲着 平时跟王立波出门 就带着他言传身教 没多久 谭丽红也就入了道了 即使谭丽红长得再漂亮啊 你总不能站大街边上去 勾搭人家去吧 那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网络 网络对于张人猛他们来说 这可是好东西 竟然能够在无形之中 就把这些人调来 杀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第一个被网住的 就是安宁的于东 于东啊 二十刚过 血气方刚 他呢 看到了一个网名叫如烟的女人 哎呦 迷的都不行了 他们聊天的时候 这一番缠绵翡测呀 在这后来 于东实在是忍不了了 又跟这个叫如烟的女人 通了这个网络视频 再一看长得漂亮 爱的都不行了 这如烟就是谭丽红 谭丽红有过社会经历啊 展现出来的是一股成熟的风韵 这对于矛头小子于东来说 这是不可抵挡的诱惑 其实啊 谭丽红就只是后来负责视频了一下子 跟这个于东一直在聊天的哪是什么 谭丽红呢 是张人猛 谭丽红干的就只是适当的时候露露脸 后来在城关区的一家酒吧 他们约好了 于东兴冲冲的就从安宁赶过来了 见到了这个聊的好的不能再好 爱的不能再爱的如烟 果然是视频上那个女人 在酒精美色的刺激之下 再加上谭丽红刻意的挑逗 于东这毛头小伙子呀 早就昏头转向 谭丽红勾引他 让他跟着一块走的时候 头也不回说走就走啊 如果这时候于东能回头看上那么一眼 一定能看到身后不远处 有两个男人紧紧的跟住了他 那就是王立波和刘东英 2005年11月11号深夜 他们呢来到了一套出租屋里边 这是张人猛他们专门租下的一套房子 谭丽红把于东领进来 于东还没摸清方向呢 两只胳膊就被人死死的拧住了 于东这时候吓得呀 哎 哎 话还没说呢 一块抹布就塞进了嘴里 把于东这一顿打呀 打得跟踩过似的 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 这时候一把刀子就架在他脖子上了 小子要钱还是要命 要命 要命啊 算你还识笑 张人猛 把手里的匕首 往于东的脑袋前边一比划 拔出来抹布 要命就得拿钱 说说 你钱从哪来啊 我 我跟人借去 我跟人借去 跟人借 你想想你的这些大爷们 哪个有闲工夫等你去借啊 大哥 那怎么办呢 我刚工作不长 我确实没什么钱 你不会给你家里要吗 我家是农村的 家里也没钱呢 妈的弄了半天弄了一穷鬼 没钱好说呀 那我们不要钱了 要你的命 大爷 别杀我 我刚打雪碧 刚参加工作 我这就跟家里要 你凭什么跟你们家里要啊 就说我们单位集资建房 需要一笔钱 让我家里人把钱打到卡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别耍花招 当心我宰了你 于是12号凌晨7点多 乡下的老父亲呢 就接到了鱼洞的电话 这就是咱们第一集说的那一幕 老父亲为了儿子买房子 是砸锅卖铁 把需要的一万块钱 就打在了那张银行卡上 老人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儿子正处在魔爪之下 钱到账之后才是谋到了 接下来可就是害命了 张仁猛现在在看于东 这可不是个财主了 这就是个累赘啊 王力波谈力红买回了箱子 张仁猛指挥手下 拿一条绳子把于东活活勒死 随后把尸体装进编织袋 再放到那个大箱子里 抬到楼下 扔上一辆租来的客户两用车 趁着夜色 驶向几十里之外的西谷 晃荡了大半宿 最终扔在了一个消防警里边 在城关区作案 在西谷抛尸 这可是给警方摆下了一个迷魂阵 尽管案子做得很顺利 但是最终这伙子人全部被捕 和他们之间后来的内讧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那么团伙内部是因为什么而起了内讧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张仁猛他们这个团伙呢 把于东害了之后 一共弄来了万把块钱 钱虽然不多 但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好事啊 见着钱了呀 可他们这个团伙 就是因为这一万块钱 才出现问题的 为什么呀 上期节目咱们也提到了 一万块钱里边拿出来了四千 给了王立波和谭力宏 因为最早啊 人家是交钱的 让谭力宏入伙交的保证金 这得还回去 可剩下这些同伙怎么办呢 一人发了那么三两百块钱 剩下的张仁猛说了 我呀替大伙保管着 这是咱们组织活动的经费 大家都是卖了命的啊 杀人抢劫 这是掉脑袋的事啊 都想着分一杯羹的 结果给我们就那么撒瓜俩走 这活划不来呀 我出去打天零工去 也比这挣得多呀 所以这时候啊 他们这个团伙内部 已经不稳定了 张仁猛呢 还想着过老大的瘾 当大哥的 没家伙怎么行啊 带着剩下的钱 去青海买了两支枪 枪买完了 钱也没剩多少了 张仁猛啊 就在网吧 在餐馆 在牌桌上 把这些钱算是挥霍干净了 手里边紧张 怎么办呢 得接着作案呢 他就催促谭丽红 赶紧的 得让这心鱼上钩了 谭丽红呢 人确实也没偷脑 整天的泡在网吧里边 联系了几个人 可是啊 条件都不好 不适合作为这个 作案的目标 张仁猛呢 现在也为钱着急上火呢 一看谭丽红这边没进着 也没耐心了 于是啊 一次又一次的责怪谭丽红 办事不力 谭丽红这心里边啊 也委屈 就总是在自己男朋友 王立波面前捞捞捞刀刀的 王立波也觉得 我自己的女人受委屈了 他就跟谭丽红说了 我啊 替你在老大面前说说 让他知道你确实在努力 事不凑巧 也怪不着你啊 老大跟我一块长大的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吧 第二天 王立波仗着跟张仁猛的交情 就给谭丽红求情了 没想到这张仁猛啊 嘿 跟吃了枪药似的 王立波 你还有脸为那个没用的臭娘们说话 啊 要是你养一条狗 连只兔子都逮不回来 你对这条狗还有什么好的脸色呀 王立波这个气呀 你骂我女朋友是狗 你这不是在骂我吗 俩人一气之下 离开兰州 回白银去了 张仁猛最看重的就是王立波 谭丽红 现在这俩人都离自己而去了 张仁猛啊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咱们再说王立波和谭丽红 俩人走了之后啊 也没想着干什么正事 哎呦 咱怎么来钱快呀 还干咱的老行当吧 于是这么着 十二月初 俩人就又回到兰州 又是在网上勾搭别人 有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 这算是中了圈套了 这个男人呢 主动邀请谭丽红去他家坐坐 让一个陌生的女人去自己家 这什么意思 大伙都明白啊 嘿 谭丽红啊 还假装不乐意呢 把这个男人那心呢 勾得痒痒的 这男的是想方设法的邀请他 谭丽红呢 也顺坡下旅区呗 求之不得呀 他刚一进去 王立波随后就跟进去了 拿刀把这个男的呀 捅的是满身的血窟窿 得亏后来 捡得了一条性命 但是留下了终身残疾 案子干的倒是不小 但是没得到什么钱 王立波跟谭丽红 做完这一起案子之后 反而更紧张 更害怕了 张仁猛呢 后来见王立波 谭丽红这一走 一个多月都不回来了 自己呢 也勾得不了别人呢 这兜里又没钱了 那怎么办呢 带着自己兄弟张仁虎 和吕震宇这俩人 直接抢劫 他呀 担心在兰州作案被逮住 会牵出一连串的血案 于是把目的地选在了西安 12月21号晚上 张仁猛他们实施了持枪抢劫杀人 杀害了一名无辜的年轻的生意人 抢走了他身上携带的两万多块钱的现金 从西安抢到两万多块钱 回到兰州之后 张仁猛啊 嘿 这家伙更自负了啊 王立波谭丽红 单独作案的事 后来也传到了张仁猛的耳朵里边 后来张仁猛就琢磨 这俩家伙要失手出事了 那我们大伙全完蛋 现在我们这几个 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个完蛋 大伙全倒霉 哎呀 这么着吧 我呀 还是得想法 把王立波找回来 再者说了 没有人谈力红 王立波确实干事不得劲啊 要请他们回来 该怎么请呢 张仁猛啊 就让张仁虎 为王立波他们租了一套房子 把所有的生活物品都购置齐全了 亲自带着张仁虎 吕振宇去了趟白银 请王立波他们 王立波他们呢 现在在白银也发愁呢 哎呦 在兰州做完案子了 我们这可怎么办啊 一看老大来了 亲自请来了 得了吧 跟着回去吧 这次回去之后啊 他们的作案手段 又有了新的升级啊 之前呢 是直接在网络上勾的 现在呢 开始在一些报刊 媒体上登一些征婚广告 这些广告啊 在很多小报上啊 甚至一些大报纸上 在那个年代都特别的火 反正你给钱就给你登呗 美其名曰 我们这也是社会公益服务啊 于是呢 把这广告登出去 哎呦 谭力宏这电话啊 都被打断了 一个个的 都想约谭力宏见面 是 见了不少 可能够上他们条件的不多 好不容易啊 有一个 感觉条件挺合适 那谭他们 谭力宏跟他一聊 哎呀 这个家伙啊 就住在旁边啊 还是散打高手 武断吧 谭力宏 跟张仁猛他们就商量 这人 咱下不下手啊 人是散打的 啊 这家伙咱要动手 别没把人做了 让人把咱给做了 大伙一琢磨 得了吧 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王立波他们回来之后 已经不少天了 可是 一无所获 张仁猛啊 又耐不住性子了 这天晚上 也喝了点酒 一手拎着个酒瓶子 一手呢 拿着他那支手枪 对着他这些的弟兄啊 就开始喊 今儿晚上 咱们这里边 要死一个 一定得死一个 大伙一听 有兵啊 啊 你拿枪对付我们干什么呀 王立波呀 没见张仁猛这么疯狂过 也确实担心 张仁猛喝多了 这子弹就在枪里呢 别真干出什么事来 如果他要杀人 很可能就得杀 谭力宏 于是王立波 一下子就挡在了 谭力宏前边 老大 你今天要杀谭力宏 你先杀了我吧 行啊 你要真他妈想死呢 我成全你说着 把这枪口就对准了 王立波 其他人这么一看 老大这是要疯啊 真要杀自个儿的弟兄啊 三下五车啊 呼噜一下 把张仁猛就给围住了 把枪啊 就给夺下来了 枪也被人夺了 张仁猛也没有了气焰了 兄弟们 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呀 你看你们 我跟立波 开个玩笑 逗个乐子 你们都当真了 你们全扑上来 对付我一个人哪 你们趁这机会 把我灭了吧 把我灭了 也就省心了 这时候 王立波说了 大哥 不是我当兄弟的无情无义 是你当哥的太狠了点 要是有人拿把枪对着你 你会怎么干呢 既然你容不下兄弟 我只好走人了 王立波拉上谭立红 叫上吕振宇 就往外边走 吕振宇原来是跟着张仁猛的 现在呀 人也不乐意了 后来 折回身来 还问张仁猛的 大哥 我能不能带走你一支枪啊 我呸 六个人这一转眼 可就走了三个呀 张仁猛气的呀 从这之后再也不做案了 而是租了一辆出租车 当上出租车司机了 实际上啊 张仁猛就算被这个团伙 扫地出门了 你甭当大哥了啊 张仁猛走了之后 王立波就成了这团伙的 实际上的老大了 谭立红呢 这家伙 我现在是老大的女人啊 我是大嫂了 我得更加卖力的演出了 是吧 几天之后 他们就调上了一个广东小老板 约会了几回 这老板呢 让谭立红迷的是五迷三道的 这个小老板呢 开一家药店 单身 经济条件不错 在那个年代 自个儿开一辆越野车 出手也大方 平时寻花问柳的事 也干了不少 谭立红情场经验丰富啊 把这年轻人啊 哎呦 迷的都不行了 这个小老板呢 抓耳挠塞的 哎呀你 你去我酒店坐坐吧 啊 这 这谭立红呢 也很讲原则啊 坐坐行啊 喝喝酒也行 你在我身上摸摸也行 但是到你住的酒店 我不去 要去就得到我住的地方 一开始 这广东小老板 还有点犹豫 哎呀我跟他不熟啊 可是一想就一女的 我怕他什么呀 再者说 这么漂亮啊 可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居安思危 得考虑风险 自己一个人在这 人生地不熟 真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就出大事了 于是啊 他跟谭立红俩人就僵持上了 你来我这吧 不行 你来我这吧 这么着一推就推到了年底了 后来谭立红一看 不行 再这么纠缠下去啊 这广东人要是回家过年了 那我们不白忙活了吗 我都让他摸了都 我来个激将法吧 就说呀 过两天 我得回东北老家过年 再邀请他一次 看他来不来 谭立红也不停的在问王立波 咱这招要是不管用 他不上套怎么办 王立波说了 美人家烈酒 我就不信这小子骨头有多硬 啥都能扛过去 除非他对你兴趣真不大 照我看啊 你还没把那小子的火头 给真正删下来 哎呀 我说立波 你就不怕我跟那小子跑了呀 那可是个有钱有车有店面 还有情有义 又年轻的小白脸 我王立波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什么 你会不知道吗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剩下什么 你会不知道吗 你最好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在这方面我很脆弱 我开不起这种玩笑 要是哪天我不知道 这种玩笑是真是假的时候 那咱们都得玩完 谭立红一听 他也明白 这男人是真爱自己 可是自己要真离开他 他还真舍得把自己给杀了 谭立红呢 也用上了王立波的招 就跟这小老板说 我要回东北过年了啊 回不回来不一定 要不要见一面吧 这小老板呢 确实也着急 行 我去 一进谭立红的房间 黑暗之中啊 就冒出来三个大男人 一个大头套啊 哐哐一下 就套他头上了 随后 把他浑身是搜了一个遍 现金手势 手机都被洗劫一空 车钥匙也抢过来了 随后呢 王立波又让张仁虎 谭立红到车上 把值钱东西全搬回来 与此同时 还把这个小老板身上的银行卡 也弄过来了 问清楚密码之后 八万块钱 算是落入手里 随后这个小老板 可就算是黄河冤魂了 被他们杀了 又扔进了黄河水之中 那么这伙子人 最终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 那么咱们上回说到哪了呢 张仁猛团伙啊 把老大张仁猛赶出去之后 王立波实际上就成了 这个团伙的老大了 那么他们呢 又做下了几起案子 那时候他们用的方法呀 是在报纸上征婚 可是这会留下蛛丝马迹呀 王立波后来一琢磨 在兰州我们这手上 可犯下的血案不少 心里边呢 就有些嘀咕 万一接下来 哪一件事情上 有哪一个细节出现了问题 这自己搭进去的 可是身家性命啊 于是王立波就想着换个地方试试 离兰州很近的银川 就成了他们选择的第一目的地了 几个人呢 又来到了银川 去了当地的报社 还是联系刊登征婚广告的事 可没想到在这碰个钉子了 银川当地的报社呢 管理非常严格 不能随便刊登征婚广告 你想登可以 那你得出具身份证户口本之类的 有效证件 这伙子人是血案累累啊 他不愿意留下把柄啊 征婚广告登不了 那咱这之前用的是去网吧调人家 行啊 去网吧 可是到了网吧 没想到银川的网吧 上网也得提供身份证 还是实名制 这不更要了命了吗 这时候啊 王立波就拿出他的看家本事了 偷 一时间 凡是这几个人经过的地方 鸡飞狗跳 走到哪就偷到哪 在银川偷了一圈 回到兰州的时候 已经是五月份了 虽然是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 不过呀 真正唠叨的钱财并不多 这几个人呢 聚到一块聊的最多的还是钱 哎呦 这不挣钱 咱哥几个怎么过呀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 不行啊 还是得靠谭力红啊 还是得让谭力红出卖自己的色相啊 这要是能调上个大款 那算是老天爷开眼了 谭力红呢 就把自己当做诱饵 就去到了兰州市高档娱乐场所 比较集中的难关十字 从一个娱乐场所啊 晃荡到另一个娱乐场所 反正又指望着能调出一个猎物来 可让他郁闷的是 打扮了半天啊 显得那么的妖娆啊 那么的漂亮 怎么就没有一个客人对我有兴趣呢 我老了吗 啊 我年老色衰了吗 谭力红呢 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一个酒吧里边 一个人端着杯咖啡 在那坐着 这时候看见旁边有台电脑 正在那空着呢 反正也闲得无聊 上会网吧 于是呢 就到了聊天室 就打出了一行字 说我喝醉了 那位哥哥出来陪我喝酒 在这个聊天室里边的有一个人 就是咱们最早提到过的 西顾失踪的那个刘成 刘成啊 也在这闲逛荡的 一看有女人在那儿聊天 还说喝醉了 让出去陪她喝酒 刘成正寂寞难耐 寂寞难耐 这家伙可了不得了啊 于是呢 就开始跟她聊上了 你来我网 你一句我一句 谭丽红是情场老手啊 三下两下 就把刘成的心思 算是给摸透了 刘成后来啊 确实急得都不行了 就一次又一次的咱见面吧 谭丽红呢 又紧接着装出一副 不见也无所谓的样子啊 宝贝 今天晚上太晚了 好好休息 明天再约 然后就下线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叫欲情故纵 这家伙 谭丽红这是看过兵法的呀 这天呢 是2006年6月8号凌晨 刘成这时候 心里面这个欲望啊 已经爆棚了 知道吗 这一天呢 就盼着 哎呀 夜幕降临吧 天色快黑下来吧 我还得找我梦中情人啊 8号晚上 刘成早早的就上网等着去了 一直熬到了夜里11点多 才看见了谭丽红 谭丽红一见着刘成 就赶紧打了一行字 说把老母亲送去妹妹家 妹妹家在西顾 回来晚了 请好哥哥原谅 你看 又体现了自己的善良 顾家啊 又跟叫好哥哥 哎呦 除此之外 刘成还体会出来了另一层意思 为什么把老母亲送回去 这不是怕老母亲耽误我们俩的好事吗 俩人又是聊了几句 刘成呢 就直奔主题 见面吧 咱俩那样吧 这边谭丽红呢 还装的扭扭捏捏的 在那纠缠了好一阵子 才说他现在啊 是在城关区南关十字的水浮宫 这是当地一个收费很高的娱乐场所 刘成一看这情况 妹妹把把电话给我 我去找你去 刘成啊 就从家里边啊 辞别了妻子就出去了 从此之后 他妻子再也没见过他 从西顾赶到城关水浮宫 终于是见着了这晴妹妹啊 其实这时候啊 王立波他们也紧张 他们知道警方正在想方设法找他们呢 他也怕 哎呦 调来这人会不会是调来的警察 会不会是警察故意的 他那总是提醒自己 提醒他这些弟兄们 弟兄们 千万小心啊 关羽是大义施荆州 咱们一大义 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谭立红调上流程之后 王立波也跟他说 你啊 得拙意考察这个家伙 可别一眨巴掩成了一条鳄鱼 反倒把咱们给吞落 在八号晚上见着流程的时候 谭立红呢 就拐弯抹角的试探他 看这个男的会不会有什么破绽 试探了半天 最终谭立红确定 这小子呀 就是一情场菜鸟 一老色胚子 你死吧你 在谭立红的色诱之下 流程恨不得 马上就开始脱衣服了 这时候谭立红说了一句 刘哥 走吧 今天到我家去坐坐 然后就从座位上起来了 这时候啊 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 哎呦 这俩人是又搂又抱的 到了地方 流程这一进去 可就没能再出来 被炸出了银行卡密码之后 王立波他们活活的把流程勒死 随后把尸体扔进了黄河之中 在流程身上 他们一共得到了两万多块钱 在这之后几天的日子里边 什么叫吃喝 什么叫嫖赌 都玩全活了 可令他们当时还想不到的是 警察居然会那么快就抓住他们 把这一伙六个人抓住之后 他们呢 是一个比一个嘴硬 什么也不说 作为团伙老大 不前老大的张人猛 被抓住之后啊 还纳闷呢 哎我怎么了 警察抓我干嘛 我也出租车司机啊 他呢 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 一进去啊 大吵大闹 寻死密活的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一跑车的 我能干什么 你们不给我说清楚 我就不活了 对了 车票也没给我呢 张人猛吵闹的目的 就是想弄清楚警方抓他是为什么 只要知道了为什么 那么就有对付的办法了 张人猛这时候也在想 除了我之外 还有哪些该死的弟兄也被抓了 一想起他过去那些兄弟啊 恨得压根直痒了呀 要是有几个争气的 要是还让我当他们老大 也不至于让老子混成这样的呀 我自己后来开出租车 我可没犯过事啊 肯定是那帮家伙给出了事了 最后把我给牵扯出来了 不过张人猛啊 还真是有大哥那意思 就是想着咬紧牙关 说什么也不能把自己的兄弟们给坑了 可警方有的是办法啊 从情感上就给他了致命的打击 在审讯他的时候 民警跟他说了 张人猛 一个人是钢门 两个人是铁门 三个人是木门 你想你们是几个人呢 是什么门呢 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查着你吗 你自己想想吧 那这么说 这么说 我这就成了没有门了 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 我那些兄弟也进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啊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莫为 你想想最知道你的是谁啊 最了解你的是谁啊 谁知道你全部的秘密啊 张人猛一听 哎呀 我的兄弟们呢 出卖我了呀 嗷嚷一声 撕心裂肺的就喊了出来 过了老半天 这情绪才缓过来 张人猛也算想明白了 我护着他们 他们谁护着我呀 得了吧 我说吧 于是啊 他就把在兰州啊 所犯下的 自己所参与的那些罪行 一一的都交代清楚了 但是他在交代犯罪事实时 还是尽量的替他的兄弟张人虎开脱 能往自己身上揽的 全揽到自己身上 能推给其他同伙的 就推给其他同伙 目的很明确 得保住我自己的亲弟弟 至于对其他几个人的审讯 都非常的顺利 他们呢 把参与的罪行 全都交代明白了 在审讯王立波的时候 民警问过他一个问题 张人猛走了之后 你们可以洗手不干 为什么还顺着那条死路 一直往下走 王立波说了 干这个就跟吸毒一样 要想自己主动洗手不干 不可能的 明知是死路 明知是断头的悬崖 还得往前冲 我们是身陷其中了 早就没了人格 没了人情 甚至没了人性 有时候见了人呢 就跟狼见了肉似的 眼睛就放光 就想扑上去 咬上几口 我们这些人呢 活在这个世上 无声无息 连个养家糊口的手艺 工作都没有 真是一无所长 一无是处 对家庭 对社会 甚至对自己 都没什么用 我们是什么 是尘埃 是废物 还是垃圾啊 如果我们无声无息的死去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狗死了 还能让人们当成一盘菜 这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 生活的悲哀 活着的悲哀 起码在兰州 在甘肃 甚至在全国 有那么几天 有那么几个人 知道我们这些人 还干了这些事 我们也算是出了名了 就当我们 是社会上的垃圾吧 2008年6月10号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六名犯罪分子 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公开审理 最终张仁猛 张仁虎等六人 全部被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下来之后 这伙人除了刘东英之外 都表示量刑过重 提出上诉 不应该判我们死刑 2009年8月6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10年3月4号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六个人 用注射的方式 执行了死刑 其实在这个案子之中 对于这些犯罪分子 我们没有值得同情他们的地方 但是却有值得让我们警醒的地方 过去在网上聊天室 登征婚广告 无非调的都是那些色欲熏心的人 现在人们不用看征婚广告了 人们不用去聊天室了 但是有了更为方便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APP 各种各样的直播软件 对吧 大家都能够在网上第一时间寻找刺激 而就在你想寻找刺激的时候 往往容易落入别人的圈套之中 大家千万别忘了 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老话 色字头上一把刀